哪一位 酸辣 來 嗨 就是我 就如同剛剛學姐有提到 女性只要到了 等一下 說話必吃也是她的特色 你不能學人家 我緊張有時候會這樣 你也會啊 大家好 我就是 請問一下 你跳什麼 在幫我的別的節目跳一下會剪接 自己剪接 自己剪接 這功能 是的 我就是新建的情報員酸辣魚 剛剛學姐有提到 女性在過了30歲以後 她的體重會直線的飆高 而身為一個女性觀察者呢 我就發現了一個現象 她們都會執行一種叫做 低脂減肥法 那我今天就要來告訴大家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全脂牛奶與變胖無關 低脂飲食也不等於健康 很多人他們都覺得說 那既然怕胖 那我牛奶我不要喝全脂 我喝低脂會不會好一點 那如果我去吃飯的時候 我吃菜 我不要吃肉 是不是也會好一點 看到肥肉我就退避三色 錯了 這可能會讓你越吃越不健康 越吃越危險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就有人跟我說過 低脂牛奶 是用一些加工的方式抽掉脂肪 所以它營養也抽掉了 所以你喝下去就沒有健康了 對啦 其實要對一半 對一半 對 因為其實低脂的話 你脂肪把它拿掉之後呢 其實有一些脂溶性維生素ADK 相對的量就會比較少一點 對 所以其實它講對一半 但是也沒有到沒有 就是還是有一點 還是有一點的 沒有拿光 低脂還有一些減肥 對 像我以前就會很 強調說要低脂減肥 有時候我會買一些低脂 或是不脂肪 沒有脂肪的這個優格 但是後來營養師就跟我講 你要注意看它後面的標誌 它其實糖的含量是高的 相對你吃下去還是胖 因為它雖然沒有脂肪 但是它有糖分 沒有脂肪不代表沒有熱量 全脂牛奶與變胖無關 吃低脂的飲食 也不等於健康 請問 五大名儀金牌醫師團 您認同嗎 請舉牌 恭喜全盛姐 掌聲 漂亮 謝謝 怎麼會是這樣 嘉義哥先來好不好 來 曾柏子 我們知道我們吃東西 會有飽足感的是 油脂跟蛋白質還有纖維質 這三樣東西都可以讓我們有飽足感 可是呢 往往很多人把油脂跟蛋白質 不吃的時候 它會出現提早飢餓的一些問題 提早飢餓可能就會吃得比較多 就可能會出現肥胖的一些問題 但是呢 就是吃的東西對或不對 我曾經有一個非常年輕的 大概只有22歲的一個女生 她會覺得說 她要減重 她就必須一定要把油脂給去除掉 所以呢 她是去油去到什麼程度 她連煮過的菜都要在水裡面 先過過 之後她才吃 所以她真的是不進油 什麼油都不進 肉也不吃 那她就吃蔬菜 偶爾就有一些澱粉這一部分 吃到最後呢 對 指甲開始裂 皮膚開始皺 然後呢 月經開始亂 她本來想要生孩子 但是月經亂了 一直沒有辦法懷孕 也沒辦法生孩子 這來到醫院裡面 醫院檢查就說 妳是 後來還是要請她說 要恢復到正常飲食 才能夠慢慢的 從飲食的方法去把它改善 她的月經跟皮膚 慢慢才有在恢復 就肝甲腸胃科來說 低脂飲食的習慣 對於腸胃道有什麼樣的影響 徐平醫師 是 其實現在因為 大家常說吃得太油了 胖的人多 所以一直嘗到低油的飲食 但是也不能夠矯枉過正 因為 脂肪是我們人體必須要的 這個營養素 還是要適當的攝取才行 像脂肪在我們胃腸道來講 它其實有很重要的功能 就有一個潤滑的功能 有時候你完全不吃油的時候 有時候便祕 可能會變本加厲 像我以前有一個 45歲的一個女性 她本來就已經有便祕的問題 差不多三天才解一次大便 結果她又很想減重 所以她就 有一天就開始嚴格的控制 她的這個飲食 就是青菜全都用汆燙的 也不用炒的 像肉來講她也不吃 然後呢 喝牛奶就用 吃那個脫脂的 所以她脂肪攝取真的是非常的少 纖維素雖然說吃得很多 但是呢 她的便祕 反而更嚴重了 變成一個禮拜才大一次 基本上就是說 你可以少吃油沒關係 但是你三餐的菜 至少有一餐你要用炒的 還是要攝取到基本的油 因為肉來講呢 你三餐至少要有兩餐有吃到肉 你可以吃瘦肉沒關係 因為你那個肉裡面呢 瘦肉裡面也含有一些脂肪在 有適當的脂肪攝取 還對我們的這個維生素的 講到重點了 維生素裡面有AD、EK對不對 就脂溶性維生素 它就要用油去幫忙 你只是汆燙水煮那個 非常非常的可惜浪費 尤其像有時候大家在補充 一些維他命E的時候 要注意要不要飯前吃 不要放後吃 不要空腹 你空腹的時候根本沒油 你怎麼吸收 所以一定是吃完飯以後 白吃 對 就白吃了 那基本上 小孩子適合吃低子的嗎 低子牛奶對於發育中的孩子 有沒有影響 慕容顯然 是 其實我在門診的觀察 有些爸爸媽媽給孩子吃 低子食物或者是低子牛奶 主要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說 我們家族裡面有高血脂 所以我們孩子也不要吃太多的 這個脂肪類的食物 或是喝全脂牛奶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說 怕孩子肥胖 可是實際上我要提醒很多爸爸媽媽 其實孩子 這個肥胖不見得是因為吃全脂 或是說吃太多脂肪類的食物 再加上孩子其實很少血脂的問題 所以其實不需要那麼嚴格 限制脂肪的攝取 我自己診所有一個6歲的孩子 正常的6歲孩子 大概20公斤出頭左右而已 實際上我都跟媽媽講說 在外國甚至有進一步的研究說 一群孩子喝低子的牛奶 一群孩子喝全脂的牛奶 結果大數據的研究發現說 喝低子牛奶這個族群的孩子 反而比較胖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大家想法上的差異 他們後來的推測是 喝低子牛奶的這一部分的孩子 他可能比較容易餓 他反而就比較喜歡 去從別的食物裡面去攝取 我就問了這個媽媽 媽媽也說 對 她就覺得這個孩子 我讓他喝低子牛奶 我不給他吃這個脂肪類的食物 我就看他常常說會餓 白飯多吃一點 媽媽就覺得 反正都已經避開那些脂肪類的食物 反而其他熱量的攝取超標 反而造成他的肥胖 就像很多的健身的一些愛好者 都要進行所謂的 增肌減脂的飲食方式 這樣的飲食方式 是不是比較能夠照就健康 有嗎 其實增肌減脂 減脂是減自己的脂 而不是減攝取進來的脂肪 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其實就像我們門診有一個媽媽 她大概50歲 大概160公分 大概大概快70公斤 她是因為關節炎來看我的 關節炎 膝蓋關節炎最重要就是 她聽到我要增肌減脂 她幾乎就是很多的脂肪攝取 她就不如說脫脂的牛奶 幾乎很多都不攝取油脂 可是三個月過後 那時候來門診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她整個精神 還有皮膚都變得比較沒有光澤 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那個脂肪 其實在全身的細胞膜 都是脂肪的組織 還有我們的大腦 其實60%都是脂肪的構造 當你脂肪攝取的含量 不夠多的時候 第一 你皮膚的光澤度就不太夠 你思考的快慢 也會變得比較緩慢一點點 所以其實在脂肪 在我們人體的攝取 尤其在減重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你只要有正常的飲食 其實就可以增加我們 人體正常的代謝 這個減肥的過程 也會比較順利一點點 那吃全脂的食物是不是 比較不會增加 難道不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問題嗎 而且它適合老人家吃嗎 我先講全脂牛奶 因為這個是大家最喜歡的議題 現在因為我們的那個營養的一個 就是告訴大家說 飲食脂肪裡面告訴 原本從低脂 然後改成告訴國人說 你可以喝全脂了 為什麼 因為以我們的營養調查 因為我們建議一天 我們成人大概可以喝 1.5杯到2杯 最多可以喝到500cc左右 對 那我們國人調查是0.8杯 所以你就不用考慮到說 你是從牛奶裡面去獲得很多的脂肪 因為你牛奶根本就喝不夠 所以這件事其實就不成立 所以我們才會跟大家講說 其實如果你要喝牛奶 你在適度的量裡面 你其實就可以選擇全脂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很愛喝牛奶的人 那我倒是建議你 就是真的有一半 還是要選擇所謂的低脂 或者是脫脂的牛奶 那國人到底 在油脂部分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們油脂 我們的油脂攝取量確實是過量 過量在 所以我們國人很喜歡用 比如說像豬油 牛油 來做一些料理 當你的烹調裡面 你都喜歡吃牛肉 喜歡吃豬肉 你都喜歡吃這種動物性的 那你記得你的烹調用油 你就要選擇植物性的 比如說橄欖油 苦茶油 或者是說像一般植物的葵花油這些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那種 比較養生派的 比如說你很少吃肉類 那你烹調用油上面 你想要用一點肉醬 肉燥 那就不反對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是 就是要看你的飲食習慣 你是屬於哪一派的 另外一個就是建議要用好的油 什麼叫好的油 好的油就是 我在幫我病人設計那個減重 有時候病人是屬於那種 胃口很大的 他沒辦法克制食慾 他沒辦法吃到七分飽或八分飽 他會抓狗的 那我會建議他在餐跟餐中間 他可以吃一湯匙的堅果 那有什麼好處 這時候油脂帶來的好處就是 他具有 確實他就可以抑制 他去吃很多甜的東西 所以你看很多市面上的東西 為什麼強調 他是所謂的沒有脂肪 但是我們營養師倒是沒有 很建議他去吃 因為你東西要來香氣 香氣就來自於脂肪 所以才會香啊 所以當你脂肪已經拿掉的時候 你要添加什麼 添加糖 因為糖有一些沒辣反應 他就會添加一些香氣 所以當你發現你選擇低脂 或是沒有脂肪的東西的時候 他相對的他的糖含量會增加 所以這時候你要取捨一下 你可能就要取捨 我反而建議就是選擇原味的就好 然後控制量才是最重要的 飲食習慣必須因人而異是真的 因為現在每個人的狀態都不一樣 第二個情報 成立